現在防疫期間,大家都很少出門! 是不是也意味著你的車子也很少 發動,也很少去開始它? 就是因為這樣子,你的車開始不到了! 打開門,你卻發現你的車是自動的! 這個開始得到啦! 打開車,你卻發現你的車是自動的怎麼辦? 解決的方法就是找另外一個車子有電的人 拿一個輪圓去它的車的電池前面那邊,再接去你車的電池來進行 jump start 但是如果你附近沒有車子的話叻,只有你一輛車叻,你又找不到人幫忙叻! 所以自動車!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這一集的 He 啊啊啊啊啊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這一集的 QCCS,我是He 微信! 在你們還沒有看這個影片之前叻,麻煩你們請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He 微信,還有記得要打開小鈴鐺,這樣才不會錯過我的影片 因為最近我的YouTube頻道叻,有一點點的奇怪 很多有打開小鈴鐺的人都沒有收到我的影片 所以你們請記得打開小鈴鐺,如果你們沒有收到影片的話 記得follow我的IG,我會時刻的發新更新我的動態 所以今天我們就是要來講到這個 jump start 手牙 jump start 那剛才剛開始的時候,我都有講了 自動車如果發現沒有電,你停止不到,你要怎麼辦叻? 你要打開前面引擎蓋 打開了引擎蓋之後叻,你們就要使用這個 馬來西亞叫 jump start cable 懷疑我不懂怎樣講 這一個東西叻 就是使用它跟另外一輛車子的電池通電 電瓶通電 把它夾在你的電池,夾跟撿 然後再夾去另外一輛車的電池 那前提是那輛車也要有電 不然那輛車如果沒有電呢,你的車子也是沒有辦法發動的 所以夾過去對方的車,你的車就可以發動啦 這個是自動車唯一的做法 但是,如果你在荒郊椰林,或者是你住的地方叻 根本是只有你一輛車,沒有其他的車了 也沒有鄰居,鄰居的車也剛好沒有電了 那你就沒有辦法了,你就要自己在想辦法 這個其實是我原裝車Vios都有給的 那如果你們沒有的話叻,你們也可以出街去買啦 因為這個東西叻,其實不會很貴 沒有錯的話,市面上這種東西才四五十塊罷了啦 如果你們的車是自動車的話叻 最好是買這個東西,放在你們的車上 以防不時之需,因為 自動車就是只能靠這種方法來發動你們的車子 來開始你們的車子 就像這樣子咯,疫情期間 你的車沒有辦法去哪裡? 車子放那邊久了叻,它會漏電 現在身後的就是紅豬啦 我覺得,其實它的電瓶也是有一點點的問題了 畢竟自動車我買來兩年前了 到現在都還沒有換過它的電瓶 不過勉強來講,它暫時還是可以用的啦 現在我就給你們看一下 我的紅豬現在是沒有電磁的了 沒有辦法發動,因為車電磁太弱了 手牙車的好處是什麼叻? 它就是可以在不需要接電磁的情況下 用推的方式來發動車子 等下我來示範給你們看 然後我再解釋一下是 怎麼一回事 為什麼手牙車,推可以發動叻? 當然我講的手牙,是要有三個 輪胎,有輪胎的 沒有輪胎的啊,那些都不叫手牙吼 然後什麼車輪胎啊,什麼DCT,DSG啊 Puik! Main Road is the best! 自動車那些是絕對不能這樣子的 我要先跟你們講好吼 自動車是不能用等下我教的 jump start 來發動車子的 這個是只有手牙才可以這樣子的 話不多說,我現在準備一下 然後再表演給你們看 其實我也不知道會不會成功哦 因為 我們那個紅桌電池很弱很弱 現在要開始推車了 所以 現在我們是掛這free gear 還有一點我忘記了,就是鎖匙要on著 on著 推它 如果有多人一起推就好啦 OK,差不多了 到結束了 如果有人推的話是更好 這時候如果已經有推力了的話 我現在是退後嘛 我用退後來jump start 我要打這free gear 踩著clash 打這free gear 踩著clash 當車有一定的速度的時候 你放clash 你感覺到車已經發動的時候,你再補油 如果車還不會發動,你再放多幾次clash 你的車就會發動了 看到了沒有? Manual is the best! 我的車子是沒有電的哦! 有啦!它有一點點微微的電,但是 不足以發動車子 我再示範多一次給你們看啦吼! 哎呀!它有電了!它 charge down 電了! 不要緊,我再示範多一次給你們看啦吼! 說實,on著! 誒? 模擬有人推? 誒?踩著眼鏡? 誒?踩著眼鏡? 誒? 它這個為什麼會讓車子發動叻? 因為簡單來講,就是我們模擬那個 開始的工作! 開始的工作叻,簡單來講 它開始其實是一個東西,一個馬達啦! 當你開電,轉它開始車的時候叻 它那個動作叻,它就會轉! 在你的引擎邊轉一下 讓你的車子發動! 那我們這樣的做法叻,踩著車子 當它有速度的時候 我們談車子叻,其實 簡單來講,就是我們在模擬開始動作 因為開始動作不夠電嘛! 所以我們要用那個推力 來去模擬開始動作的那個推動力啦! 所以這樣子叻,就可以發動車子啦! 這個就是 Main Road is the best Auto推! 希望這個影片可以幫到大家,在疫情裡面 如果你沒有辦法發動你的車子叻 這個影片相信是可以幫到很多很多人 可能你們有手牙車,但是你們也不懂這個功能啦! 現在開手牙車的人叻,也是越來越少了 希望這個手牙車叻,不可以滅絕 因為你看,你沒有人好幫忙的時候叻 你就可以用這樣的方法來去 jumpstart你的手牙車 喜歡我的教學影片的話,請點個贊還有分享 不要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我是許惟欣 還有哦,一定要記得幫我打開小鈴鐺 選擇全部! 這樣子你就確定能夠收到我的影片通知了! 我們下一集見! 哦,好多啊! 其實剪完影片我才發現到,我影片中也沒有解釋到 Reverse jumpstart的時候 其實要在車停下來的時候,還可以靜壓 其實在倒退的時候,你的Reverse是比較難靜的啦! 所以Reverse來jumpstart叻,車子一定要停下來的情況下 靜壓,踩著class才推哦! 影片中我是出自於 我本身的應變能力 那我也沒有去解釋 那如果是往前推也是可以 往前推就可以,在一半的途中才靜壓都沒有問題 但是Reverse就不能,Reverse一定要在車子停下來的時候就必須要靜壓了! 這個必須要讓你們知道一下,因為Reverse jumpstart跟推前去jumpstart是不一樣的! 當然推前jumpstart叻,最好是掛二檔,因為一檔會比較難一點點! 不要問我為什麼啦!這個也是以前的人教我的,應該要補充就是這樣子!